好 来关注第十一届乌镇戏剧节 本次乌镇戏剧节10月17号开幕 有11个国家的戏剧节目在浙江乌镇上演 此外还有嘉年华 朗读会等丰富的活动 吸引了大批游客 我们来看报道 穿梭在乌镇的大街小巷 一场场古镇嘉年华活动正在上演 主题巡游 舞蹈戏剧 相声喜剧 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拍照留念 在北诈广场上 武汉音乐学院带来了新编创的梅兰竹菊 以舞蹈形式展现君子的气节 这个剧目主要是想展现我们一个 中国的传统美学语 传达中国的一个气质精神 因为梅兰竹菊是我们中国的四君子梅 因为它的花都是小小的 它是具有非常坚韧的一种品质 所以我们就是用小的 钝点特别强的动作来进行处理 觉得很新奇 很有趣 有很多表演的形式是之前没有看过 没有接触过的 极限喜剧吧 还是非常新奇的一个形式 今年乌镇戏剧节期间 有11个国家24部特邀剧目上演 为热爱戏剧的观众带来一场场文化盛宴 奔月 依娜娜计划等五部剧目 为全球首演 此外 戏剧节还新开设了戏梦粮仓单元 通过创新互动的方式 带给观众更强的沉浸感和体验感 热门剧目更是一票难求 没想到这个挺火爆的 就是一开票就没有了 因为以前也是看话剧比较多 然后这一次的话 也是乌镇戏剧节特地来的 我们在网上都买不到票的 这票都是在门口来的 现场有一些些余票 此外 公益戏剧逆转未来 也将在乌镇大剧院上演 剧目的演员包括多位残障人士 以残障社群的角度重现 拓展 延伸 个体的多样生命体验 我们在舞台上 以视障的朋友 如何跟听障的朋友搭戏 然后这个其实是在我们 反复创牌的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 然后我们用一些舞台的 无障碍的表现方式 然后来呈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会来到乌镇 乌镇本身就是个东方文化的代表 戏剧 它其实是来自于西方的 这样的一个很跨越时空 很深刻的这样一个对话 我觉得很有意义